台東市區中華路二段 今天上午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一名56歲董姓男子騎乘機車經過這個路段 疑似沒有注意到前方停放在路邊的貨車 直接高速撞上車斗 由於撞擊力道過大 董姓男子在送醫之後依然是宣告不治 從監視機的畫面上可以看見 機車騎士直接撞上停在路旁的小貨車車斗 而撞擊力道之大讓整台小貨車都在震動 附近的民眾一聽到聲響後 立即外出查看並打電話叫救護車 而警銷人員互報後也立即趕緊現場 但男子在送醫急救後仍是傷重不治 你是停在買婚了嗎? 我轉頭就扁一聲轉頭 經員警到場了解 西董姓民眾騎乘普通重機車沿中華路二段 北往南方向行駛至事故地點 因不免因智狀由紅杏男子停放在慢車道之自小貨車 董男送醫急救後不治 詳細造勢原因本分局深入調查中 台東檢分局也呼籲 無論是開車或是騎車上路 都應遵守交通規則 在道路上應隨時注意前車狀況 同時也切勿貪圖一時方便違規停車 以維護自身以及其他用路很安全 記者陳吉林 台東市報導